明亮的家裡頭 黃欣欣顯得格外性單隱知 十多年來 她受僵直性脊椎炎所苦 被一直拖著 好像你走樓梯踩空了一樣 就分分分鐘都會踩空我的感覺 踩空不只是發病的感覺 2005年 欣欣的爸爸肝癌往生 2009年 媽媽也因精神疾病去世 家就這麼空了下來 剩她與弟弟相依為命 兩年前 廈門慈激助學團 了解到黃欣欣的狀況 定起居家關懷 現在她也能走出家門 拜訪其他助學生 笑容與溫暖 舉手投足間 慢慢綻放 開心也很幸福 也很感恩 就是能夠給我付出的機會 從以前的手心朝上 轉為現在的手心朝下 對 可以幫助更多人 黃欣欣的生命風霜逐漸融化 轉變成感恩的星光 一閃一閃照亮更多需要的人 人的身體有殘缺不算苦 人性的殘缺才是真正的苦 帶新聞 珍珊美志工 李水智 吳德華 王彥霖 福建報